主料,鸭腿一个,芋头300克,牙翅膀一个,辅量,油,盐,豉油,糖,生粉,米酒,蒜片,紫浆5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鸭子砍煎,用油,生粉拌均匀,紫浆切薄片,用盐盐20分钟,然后用清水洗干净备用,芋头切小块状,锅里下油, 下蒜片,姜片,绿炒,下鸭子,翻炒一下,下汁油,糖,盐适量,再翻炒,下点米酒,继续翻炒,下水,拌均匀后盖上盖子,大概15-20分钟,中间要翻炒一下,用盘子把鸭肉装起来,锅里留下汁液,把芋头倒在汁液里,大概煮10分钟,如果汁液不够,可以适量加水, 打开盖子,把刚装起来的鸭肉倒在芋头,离一起煮大概10分钟,汁液液收,装也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煮鸭肉的时候要把味道加够了,这样煮芋头就不用再调味了, 煮鸭子和芋头的时间要根据不同的材料有所增淀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